第17题,如图是一个定滑轮与动滑轮所组成的滑轮组,每一个滑轮的重量忽略不计,在A滑轮下挂一重物物重80公斤重,摩擦力忽略不计,若预将重物等速度上拉40公分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晓得这里有一个重量80公斤重向下,那么有两条绳子拉了它,所以一条绳子分担40公斤重的力量, 然后抵消它这个80公斤重,所以F的施力就是40公斤重,所以选项A至少施力80公斤重是错的,而我们这个东西会要往上40公分,那么左边这个要少掉40公分,右边也要少掉4公分,合计要总共要下拉80公分,所以选项B说施力F最少要下拉绳子20公分也是错的,我们的B是一个定滑轮, 我们上课教过定滑轮它不省力不费力只是改变施力方向,所以选项猪说,滑轮B是一个省时的机械是错的,那么A这是一个动滑轮,我们上课教我们动滑轮可以达到省力的目的,所以C说滑轮A是省力的机械是对的,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滑轮A是省力的机械。 自己一个国内的机械。